观众朋友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大师和小五阻止唐三吸收万年魂环无果 所以只能在一旁眼睛中看着他承受万年魂环的痛苦 在吸收的过程中不仅是力变得强大了 连他的相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其实在大陆上魂师是可以依靠提升自己的魂力来保持年轻容貌的 橘罗罗就是保持年轻容貌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我们看他在战斗的时候是一副英姿萨爽的面容 实际上他早就是一个老头子了 只不过修为比较厉害保持了容貌罢了 魂师们每吸收一次魂环都会得到巨大的改变 魂环粘限越长能力越大 魂师得到收益粘限也就越多 这次唐三猎杀的万年魂兽就起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唐三虽然在多多大陆上是以一个魂师的身份出现 但其实他还是唐门的暗器弟子 他所知道那些暗器知识以及拥有的独门绝技 是多多大陆上独一份的 在战斗的时候他会打从自己身上的筋脉 提升在唐门学到武功的能力 这次吸收的魂环将唐三身体里的功力发挥到了极限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见